了能一句正宗广东图语 意为口味刁钻 而这是顺德人对于食物的极致要求 担任主厨的换歌也深谙此道 虽然来到餐厅的时间还不足一年 但是凭借自己33年的烹饪经验 他自信能够在众多顺德厨师中站稳脚跟 师傅 早上 一旁去哪儿喝茶 多多 食多 凤净就多 今天餐厅人手不足 又有老板的熟客远道而来 换歌要用一道非常了能的美食 征服不远万里前来的客人 巩固属于主厨的那份威严 孙德菜对于食材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 一条鲤鱼身上的不同部位 鲜嫩程度也各不相同 各种细微差别 精明的顺德厨师总是能变出高下 鲤鱼鼻只占整条鲤鱼的前三分之一 虽然肉不多 但骨质松软 是鲤鱼头中口感最爽滑的部分 也是整个鱼头的精华所在 选取三十条各头均匀的鲤鱼 快刀落下 切下的鱼鼻部分只有拇指大小 无需繁复地烹饪 只需要连上特条的齿汁上锅清蒸 精确的二点五分钟后 鱼肉的鲜与齿汁的香 混合着蒸汽弥漫 撒上葱油提鲜 一道齿汁蒸鲤鱼鼻 便呈现在时刻眼前 刚入门的时刻 可能会惊讶于他奇特的外表 但老涛却能熟知其中的曼妙 庆叔一年前搬到了广州市内 三个月回一次顺德 喂的就是这口鲜甜滋味 吃鲜鱼鼻是对时刻嘴弓的一场考验 熟练的老涛只需轻轻一吸 果冻般嫩滑的鱼脑 弹嫩爽滑的鱼唇便溜到舌尖 吸措之间鲜香流转 妙不可言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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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啦 要三斤干嘛 好啊 好啊 给你过来啊 好 有了一杯碗得过来 无论食物如何变迁 一份齿之蒸鲜鱼鼻 让老人重回往昔岁月 传递着远远流长的家乡味道 如果说鲜鱼鼻体现了顺德人 对于食材的严苛要求 那么另一种美食 则包含了顺德厨师 对极致记忆的不懈探寻 黄慕容十六岁开始学厨 今年到虎门一家顺德菜馆担任主厨 他希望以当地人钟爱的鱼类 为突破点 尝试一种新菜品 拆鱼羹 一道古老的顺德名菜 荣哥想要从传统中寻求突破 因为在顺德一般都是用碗鱼 就过来这里我就接触到那个王皮头 因为这里是比较普遍的 就是用一个顺德一个传统做法 来融合当地的饮食材料 清晨七点 黄慕容出发前往渔市 寻找一种当地独特的真仙 顺德海鲜市场 活山最亮的渔市 这里容纳了几百个饭鱼的商户 各式渔货汇聚 在渔汛期 这里每天要卖近千吨的新鲜海鱼 销往世界各地 新鲜凶猛的生鲜 稀有珍贵的海味 尝上台面 但是老手绝不会被扰乱思路 这些并不是荣哥这次想要找寻的 老板娘 这黄皮头怎么卖啊 新鲜啊 新鲜的 今早早泡水的 我要三斤啊 帮我请三斤啊 施头鱼 学名吉头梅头鱼 因头部金黄 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黄皮头 现在正处于珠海港口近鱼期 只有像顺德海鲜市场这样大规模的鱼市 才有机会寻找到它 拆鱼羹 一道传统的顺德名菜 刚才买回来的黄皮头 赋予了这道菜不同以往的滋味 拆鱼羹种在一个拆字 鱼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各尽其妙 发挥其本身的价值 精妙的刀工将鱼肉与鱼骨小妙分离 用热油将鱼肉煎至两面金黄 氨基酸与糖的美拉德反应 为鱼肉硬刻上了一层浓烈的焦香 那个骨我们都已经处理掉 就没有骨头的了 鱼是很滑润的 所以我们就保留它圆块的 就是客人可以看得到那个鱼肉 吃起来口感就比较好 踢出的鱼骨自有妙用 热油相间 陈皮与胡椒粒的加入 去掉了若有若无的一丝腥气 这时候加水炖煮 逼出鱼骨中的鲜香 滤掉骨头残渣 翻滚的汤汁香气四溢 这时就到了配菜上场的时刻 原本我们顺德菜的 拆鱼羹就是放的比较多 现在这个因为黄皮头是比较鲜嫩 我就不想搭配太多的那个配料下去 太多的配料就会夺了那个鱼的鲜味 所以我现在就选择自己磨的水豆腐 豆腐丝细白如物 柠檬叶释放着一抹奇异的清香 花椒的加入 为汤底增添鲜甜口感 最后放入鱼肉 多种鲜味在汤中不期而遇 炖煮一小时 鱼汤呈现出鲜艳浓郁的金黄色 鱼肉鸡纤维和胶质受热散开 产生普通拆鱼羹 难以比肩的鲜甜滋味 黄皮头汤它有金黄色 所以我就选择了食用白菊花 柠檬丝就有三种颜色 搭配起来就会有一种层次感 放上炸好的懒仁 用洁白的菊花作为点缀 一道传统顺德菜 在戎歌手中 焕发了不一样的生机 这种工艺在顺德 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古人拆鱼是为了方便食用 而现在人们更看重它独特的风味 直接吸食如褶梨般顺滑 汤气回甘 鱼肉微弹 清甜与柔润在口腔里轮番长线 仅需一口就能轻松 扶获食客的味蕾 顺德人从小生活在特有的环境下 鱼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味觉原点 在吃鱼这件事上 他们有着无限的才华和想象 每一个人的解读与创造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都将成为沉淀在舌尖上的各种滋味 一口固香的鱼肝 一碗鲜香的鱼羹 何尝不是在食物中看透人生百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